宋朝百云首端禅诗,有一首观说误道的诗。 瓊花一夜满空山,天晓皆然好雪寒,片片中遥知乐处, 内缘游在半途间,瓊花一夜满空山,一夜之间,洁净如瓊花的白雪笼罩着全山。 天晓皆然好雪寒,清早起来,大家都说,寒雪万天飞舞,真是美观了。 片片中遥知乐处,内缘游在半途间,无数片数不清的雪花纷纷落下,即使知道每一片白雪将会落在何处, 禅者依然是智愧,离开正悟的路途还好远,正如雪飘未到地的时候,游在半空之间一样。 参禅的人,如果在外景营上的层面收到,就好像看着雪花的落处,堕入营上的红尘之中。 误度必须误于未着落处。尤其最重要的,就是禅者不会在言语文字公案的推理上打滚。 有一个禅师问唐朝大珠惠海和尚,何故不许证经? 惠海禅师就回答,不是不赞成证经,但是如果不懂经文的义理,盲目读证,就好像英武学人言一样。 英武是不知道言语的意义的,这样不懂经文文义来读经呢? 就不过是重重善根而矣,功德是有限的。 真正懂得佛陀意子的人,明白了义理,就会直接去实践,将文字放开,不会执着文字的。 伟大的经典,不过是黑墨印在纸上,纸和墨都是智姓空的因缘所生发。 如果证经者不用心去体会,去思维经文的义理,一味是盲目读证,就不能引发藏在智心内的智慧力量。 这样读经,就好像英武学人言一样,甚少功德的。 各位,当白云首端蝎丝,看到漫天雪飘的时候,在他铁静辽阔的心境内,泛起的不是雪的形象。 因为雪花各首本分,无论落在何处,都是最好的归宿。 在蝎丝的内心世界,是起了一种疑情。 他要参加的是,雪花片片,不落别处。 既然不落别处,那到底落到何处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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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